近年来,全球掀起了一场人型机器人的热潮 中美日三国的科技巨头激烈角逐 相继推出了各自最先进的人型机器人产品 在世界科技舞台上引发了一场人型机器人的竞赛 在这场科技创新的浪潮中 中美日三国的人型机器人将如何同台竞技 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改变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下这个话题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眼下最火的机器人 也就是特斯拉的Optimus 他们最新发布的第二代人型机器人Optimus J2 迅速火遍了全网 相比上一代,Optimus二代在软硬件和灵活性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有业内人士认为,以当前的迭代速度 Optimus可能很快在许多领域就能取代人工 回顾当初特斯拉发布的Optimus原型 可以看到,当时的Optimus就像一台半成品 上台是只能勉强行走和向大家挥手致意 然后,在接下来的进化中 特斯拉将多项汽车技术融入了Optimus 并采用了与特斯拉汽车相同的 FSD视觉感知和神经网络计算 以及灵巧手抓取方面的全面进化 使得Optimus的行为方式更加接近人类 从视频来看,Optimus二代各方面都进步很大 首先,特斯拉重新设计的驱动和传感器 让机器人执行任务更准确高效 颈部有两个自由度,使头能自由转动 系统稳定性显著提升,整合了执行器 电子元件和线术 步伐更稳健,速度比上一代快了30% 从脚和腿部细节来看 脚部引入脚力和扭矩感应 脚的形状更像人类 走路方式也更为自然 Optimus二代重量减轻了10千克 看起来更轻盈 还能轻松完成90度下蹲 展现了惊人的肢体控制能力 双手升级到11个自由度 动作灵巧 所有手指都有触觉 可以处理精细操作 如灵巧的拿取鸡蛋等易碎物品 屏幕右侧实时显示手指压力 展现了先进的技术 在2023年的特斯拉股东大会上 马斯克曾大胆预测 未来Optimus机器人的需求量 可能高达100亿台 要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并把价格定在2万美元 现在看来 特斯拉离这个目标似乎越来越近了 特斯拉Optimus的强势崛起 不禁让人想起曾经的日本机器人巨头 本田ASIMO 20多年前 本田公司首次向全球展示了 他们的人形机器人ASIMO ASIMO以其呆萌的形象和精湛的技能 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网红 吸引了无数粉丝 为啥这么招人喜欢呢 因为当时 ASIMO就是最先进的人形机器人 他不仅能双腿行走 还能跑步 单腿跳跃 上下楼梯 还能开瓶倒茶倒水 手脚非常灵活 更为厉害的是 ASIMO还会跳舞 踢足球 甚至还曾和日本知名的国民偶像团体 一起在世界巡回演出 简直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机器人 可以说 ASIMO在当时的知名度 与如今的特斯拉机器人Optimus 不相上下 在某种程度上 ASIMO在人形机器人历史上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代表了日本机器人技术的最高水平 然而 这段辉煌历程 在2022年正式宣告结束 本田公司宣布ASIMO退役 结束了他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 或许这一决定 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和惋惜 但庞大的研发投入 和高昂的商业成本 使得ASIMO一直找不到 合适的用武之地 再加上当时技术所限 即使采用了电动控制 成本仍高得吓人 一台ASIMO造价要300万至400万美元 相当于2000多万人民币 这样高昂的造价 注定让ASIMO难以落地 实际上 本田为ASIMO的商业化 做了很多尝试 比如让他成为接待员 为IBM等公司提供租赁服务 而作为接待员的ASIMO 每月费用就高达1万美元 远超过普通人工成本 但在实际接待场景中 他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这种性价比 也令大多数企业望而却步 尽管ASIMO项目最终走向了终结 但本田并非一无所获 ASIMO作为人形机器人的代表 不仅吸引了全球机器人爱好者的目光 还提升了本田品牌的知名度 同时 本田在ASIMO的研发过程中 也积累了丰富的机器人技术经验 为后来本田推出的 其他机器人和产品 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ASIMO并没有完全消失 只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然而 随着ASIMO的淡出舞台 波士顿动力的ATLUS却迅速崭露头角 成为了机器人界的新星 波士顿动力 这家全球最顶尖的机器人公司 发展历程可追溯到40多年前 早在1980年 它的创始人马克雷伯特 就在麻省理工学院 创建了腿部机器人实验室 并成功研发出了第一台单腿跳跃机器人 直到1992年 它才从麻省理工学院独立出来 成立了波士顿动力 后来 它们陆续研发了双足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 为后来的人形机器人研发奠定了基础 直至2013年 波士顿动力推出了史上最强大的人形机器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ATLUS ATLUS是基于波士顿动力早期的 PEDMAN人形机器人打造而成 拥有四个液压驱动的四肢 身体由航空机铝合态打造 身高1.8米 重达150公斤 ATLUS配备了两个视觉系统 一个激光雷达和一个立体传感器 这些系统由一台机在电脑进行控制 ATLUS的四肢共有28个自由度 使其能够在各种地形上自由行动 自2013年首次亮相以来 ATLUS经历了重大的改变 2016年 它经历了重新设计 身高缩短至1.5米 相比之前变矮了一个头 同时 驱动方式也从液压驱动 改为电动和液压混合驱动 体重也减轻到80公斤 使得它的移动速度更快 最高可达每秒2.5米 到了2017年 ATLUS进一步升级 使其能够实现跳跃 甚至在跳跃中轻松完成180度旋转和后空翻 随后到2019年 新一代的ATLUS运动能力进一步加强 能够连续流畅地进行倒立 翻筋斗和旋转等多种自由体操动作 挑战更高的难度 如今 ATLUS犹如真人一样具备了更多技能 不仅会跑酷和跳舞 还能够举起 搬运和投掷 比以往更大更重的物体 并将物体迅速移动到指定位置 并精确放置 轻松完成各种复杂任务 总的来说 波士顿动力的ATLUS机器人 仍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形机器人 在中美日三国中 实际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 就开始了人形机器人的研究 在国家863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方支持下 国防科技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 相继进行了人形机器人的研究 比如现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惠同6 和浙江大学的悟空4.0 就是其中的代表 尽管这些研究在科研领域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在随后的商业化进程中 中国却略显滞后 然而 近年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优臂选 富利业智能 小米等公司 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率先发力 展现了强劲的发展势 2012年成立的优臂选 是中国最早进入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公司之一 也是国内第一家人形机器人上市公司 他们于2018年推出了首款人形机器人Walker 主要应用于工业制造 商业服务和家庭陪伴 到了2023年 他们推出了专为工业领域设计的Walkers 并在商业服务领域取得初步成功 首批Walker X 以在沙特尼亚姆新未来城提供智能服务 成立于2015年的富利业智能 自2018年推出人形机器人GRE以来 经过多次迭代生机 并于2023年推出了GRE最新版本 这款机器人身高1.65米 拥有40个自由度 已经具备商业化落地的能力 结合认知智能 GRE可以与人协同完成各种工作 适用于工业 康复 居家和科研等多个场景 而在2022年 小米发布了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CyberOne 它身高177厘米 体重52公斤 拥有21个自由度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 模拟人的各项动作 搭载了小米自研的Me Sense深度视觉模组 以及Me AI环境语义和语音情绪识别隐情 可以识别85种环境音和45种人类情绪 CyberOne被称为是一款更像人的机器人 然而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2023年 才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强势大爆发的一年 涌现了一大批新实力 包括语术科技 支援机器人 小鹏汽车 达踏 科大讯飞等数十家公司和科研团队 相继推出了自己的人形机器人 首先是语术科技 这家全球领先的四族机器人公司 推出的首款通用人形机器人H1 它身高1.8米 体重47公斤 全身拥有19个自由度 它是国内第一款能够跑动的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 搭载了语术内部开发的M107关节电机 最大扭矩可达360牛米 在整个人形机器人领域 核心技术的掌握至关重要 包括关节电机 控制器和减速器等重要零部件 这些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规模化生产能力 将直接决定企业未来的竞争力 还有支援机器人的远征A1 它是由前华为天才少年智慧军打造的首款人形机器人 远征A1身高175厘米 体重55公斤 最高速度可达7公里每小时 全身拥有49个自由度 整机承重80公斤 目前已在汽车底盘装配 3C产品组装 物料搬运等工业场景测试 甚至还能从事家务 照顾老人等等 按照支援的规划 远征A1将于2024年开始商业化落地 并把成本控制在20万元以内 另外 同样是造车新势力的小鹏汽车 推出了首款自研的人形双足机器人PX5 采用小鹏自研的高性能关节单元 PX5搭载刚柔混合驱动方案 其直立行走是一大亮点 使其更接近人类行走姿态 PX5还配备了11个自由度的灵巧手 和7个自由度的机械臂 具有高度灵活性 能够完成各种高要求的任务 未来 PX5将在小鹏的生态体系中得到初步应用 包括工厂巡逻 门店销售等场景 当然 这并不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全部 由于时间有限 这里不再详细赘述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之前的视频 中国人形机器人大爆发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已经有超过30家企业和科研团队 发布了人形机器人产品 从规模上来看 要远超过美国和日本 这个体量绝对让中国在全球人形机器人领域 展露头角 为中国在中美日三国人形机器人竞争格局中 奠定了优势 再来看看日本人形机器人 尽管本田ASIMO已经退出舞台 但这并不代表日本机器人的没落 众所周知 日本素有机器人王国的美誉 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和出口大国 诞生了享誉世界的FANUC 安川 川崎 松夏等全球著名品牌 全球超过一半的工业机器人都出自日本 这些企业拥有强大的机器人技术 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 虽然他们在人形机器人领域 不如工业机器人那般强大 但同样也不可小觑 比如在刚刚过去的 RX2023日本东京国际机器人展上 就有几款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形机器人 其中 川崎重工展示了多款人形机器人 包括最新版本的人形机器人靠道 相比之前 这款机器人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得更为稳定和自信 尤其在搬运重物方面更为出色 Cardew的主要定位是一款救援机器人 具备在各种地形行走 攀爬楼梯 以及执行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 Cardew身高180厘米 体重86公斤 全身拥有32个自由度 与之前的版本不同的是 它的脸部采用了屏幕形式 可以表达情感 在展会现场的演示中 Cardew展现了在发生灾害时的应用场景 机器人能够高效清理自然灾害中散落的碎片 与人类协同搬运大型物品 甚至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等 自2015年以来 川崎重工一直在不断地推进Cardew的研发 而这次展示的是Cardew机器人的第八版本 除了Cardew 川崎重工还展示了Cardew的小伙伴RHP Friends 基于Cardew的技术 但在设计上有所不同 Friends更适用于家庭 医院和企业的室内工作 它身高160厘米 体重55公斤 使机器人看上去更加有亲和力 在展会上 Friends展现了它在协助家庭 医疗和企业工作中的多种应用场景 它可以轻松拿取物品 为人们递送所需物品 甚至在医疗环境中承担简单的辅助工作 实际展会上 还展示了多款人型机器人 但由于时间有限 这里就不展开更多介绍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上期的RX2023专题视频 人型机器人的发展 不仅仅是科技公司的竞技场 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 2023年11月2日 中国工信部印发了 人型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 明确指出 人型机器人有望成为 即计算机 智能手机 新能源汽车后的颠覆性产品 指导意见提出 到2025年实现人型机器人批量生产 到2027年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这一政策的推动 将进一步促使中国企业 在人型机器人领域的持续投入和技术创新 在中美日三国的竞争中 各国企业都展现出了不同的技术实力 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比如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技术 和人工智能算法的优势 波士顿动力在运动和动力控制 算法方面的丰富经验 但是随着ChatGPT等大模型的出现 人工智能应用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业内普遍认为 巨身智能将成为未来趋势 所谓的巨身智能是指将语言、视觉、语音等 多模态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相结合 使人工智能不仅具备思考能力 还拥有感知、交互和行动的能力 让拥有类人大脑的人工智能 同样拥有类人的身体 而人型机器人就成为实现这一愿景的理想载体 这种拥有巨身智能的人型机器人 有望在大模型大脑的指挥下 能够执行各种泛化性任务 从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人类生活和工作场景 成为未来各行业中的重要角色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新的可能性 而这也正是美国科技公司的优势所在 但值得庆幸的是 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迅猛崛起 为人型机器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在视觉感知、语音识别、自主导航等关键技术方面 中国科技企业也在持续创新 不断提升人型机器人的智能水平和应用范围 展现出巨大的技术潜力 说到技术 让我们再来看看人型机器人相关的专利数据 根据人民网研究院发布的 人型机器人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中国在人型机器人技术专利方面 在多个维度上都位居全球潜力 中国人型机器人技术专利累计申请总量为6618件 远超过日本、韩国、美国等 稳居全球首位 在有效发明专利上 也以1699件位居全球第二 UB选、达踏、之江实验室、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机构 是国内人型机器人技术专利主要申请人 报告还显示 自2015年以来 中国人型机器人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长 主要集中在本体结构 智能感知 驱动控制三个领域 这表明 中国在人型机器人领域 不仅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突破 而且在专利布局方面 也占据领先地位 总的来说 中美日三国在人型机器人领域 都有着强大的实力和创新能力 中国以其庞大的市场和政府支持 吸引了众多科技企业 加入人型机器人领域的研发和投资 美国则以硅谷等创新中心为支撑 拥有众多高科技公司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有着强大的技术积累 日本则凭借其一流的工业机器人 制造技术和产业优势 持续推动人型机器人的发展 同时 中美日三国在人型机器人领域 展开的激烈竞争 也为科技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无论是特斯拉的Optimus 还是中国科技企业 推出的各类人型机器人 都在推动着科技的前进步伐 在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 和应用场景的拓展 人型机器人有望成为我们生活 工作和娱乐的重要伙伴 为人类创造更为便捷 智能的未来 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智能化和丰富多彩 感谢您的观点 感谢您的观点 您的观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